9只世界上最萌的小动物 这只小猴子从小就被人类救起 之后就一直和人类生活在一起 所以它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和人类一样 还认真地担负起了照顾小鸭子的任务 它们甚至还会亲密地分享同一根香蕉 小狐狸和小猫头鹰很可爱是吗 但是绝对不要试图饲养它们当宠物 它们不仅危险 而且饲养它们是触犯法律的 不如就让它们快乐地生活在自己应该生活的地方 猫咪的魅力无人能敌 下只小孩上到老人 都喜欢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 而猫咪也时常能做出一些让人类意想不到的事情 比如这只回吾吻的小奶猫 还有这只翻山越岭的小猫咪 大熊猫早就退出了猛兽方列 现在都是以卖萌为生 而比大熊猫还要萌的动物 除了大熊猫宝宝 就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它们天天跟饲养员耍赖 抱着人家的腿部撒开 这不就是个小无赖吗 小兔子最暖萌了 它们性格温顺 手感还相当好 尤其是当它们洗脸的时候 更是可爱得不得了 光是兔子洗脸这个视频 我能循环一整天都不待腻的 这只看起来出生没有很久的小鹿宝宝 似乎和妈妈走散了 所以现在只能向人类求助 听过人们的精心照料 它也在茁壮的成长 希望早日有一天能和它的妈妈团聚 这一幕是在泰国出现的 贴头小象和一名男子疯狂的拥抱 现在看起来非常的温馨美好 但是等到小象长成大象 再怎么拥抱男人 那男人可能就有些承受不住了 到时候温馨画面就变成恐怖片了 这可能是你见过的最可爱的组合 小狗和鸭子成为了朋友 所以它们天天腻在一起 甚至鸭子还自愿给狗狗当坐骑 走到哪拖到哪 你敢相信吗 这是一匹马 除了有点小以外 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但也就是因为样子小 所以才让它的一举一动格外可爱 你希望身后跟着这样一匹小马吗 听说长按点赞会让你心想事成 灵不灵验 有一小姐姐都会在评论区等你哦